卓西乡篮球与排球运动协会提倡青少年属席运动特别联合举办了男女篮排球竞赛 吸引了各村爱好球类运动者组队报名 报名人数突破以往记录 由于乡公所也以此选拔今年全国布农族运动会球类代表的选手 因此使得每场赛事竞争都很激烈 除了在卓西国小风雨超场登场的篮球赛事 另外备受向内关注的男女子组排球比赛也在中心 以及太平步路聚会所同步展开 乡长田桂花也特别到场观赛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一个做球另外一个杀球团队目气十足 进攻如行云流水相当精彩 暑假期间卓西乡篮球与排球运动发展协会 除了提倡青少年正当休闲娱乐 推广运动强声 特别联合办理男女子组篮球与排球比赛 除了各村代表队 也有喜爱球类运动者组队报名 使得报名人数破以往揭露 我们总共有三组的比赛 分别是圣男跟圣女还有我们状排 那这个各组呢大概都有四队以上的报名 也就是总共是十二队 建有我们今年度从新春杯到我们这个选拔赛或是外面的春日杯一些比赛来以赛代训的状况下 那有时候在今年期待了在今年的布农运有时候得到好的加持 除此之外由于这一次球类竞赛也是相公所选拔今年度全国布农族运动篮球以及排球竞赛项目的代表队 因此每队选手无不卯足全力激烈竞争 希望能够夺下代表权 代表队呢原则上就是以第一名的队伍为主导 就关系队的一个主体来说 然后在看歌队有没有比较优秀的选手来选出来 然后一起参与比赛这都可以 那也就是看我们这个关系队的能力怎么去组织的更强的一个准备 不论篮球还是排球 卓西湘公所也为2023年10月份即将在台东海端乡登场的全国布农族运动大会全面备战 选拔代表队后展开集训 要为卓西湘拿下冠军奖杯 记者石玉兰卓西采访报道